话语实际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来自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9月29日 星期四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读 来自克雷斯 欧亚克罗姆牧师的每日领袖 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信息题为 以真诚的心领受神的话语 我们的开篇经文来自于 四篇第119章第162节 我喜爱你的话 好像人得了许多礼物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当耶稣讲道时 有的人听了他的话就信了 有的人择齿 批评态度 只听他的话来找查 法利塞人派探子猫虫真诚地询问着 希望用圈套 使耶稣说一些 会使他触犯旅法的话语 他们问他 告诉我们 向凯撒交税 是否符合旅法 卢甲福音第20章第22节 消息一本之一 这个问题是个陷阱 但耶稣认处并明白 他们的奸诈和诡计 所以他指着应由凯撒 形象的罗马辨师 一种硬币对他们说 把属于凯撒的给他 把属于神的给神 路加福音第20章第25节 消息一本之一 他们并不是来听他的话 相信并蒙福的 不 他们想用他的话来陷害他 但耶稣是智慧的化身 马可福音第12章第13节 新国记一本说 他们派几个法利塞人 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 要救着他的话抓拿他 在马太的记述中 他写道 当时法利塞人出去商议 怎样救着耶稣的话陷害他 马太福音第22章第15节 路加福音第20章第20节说 于是观察他 派奸细装作艺人 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 好将他交在 总督的能力和权柄之下 你能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 带着不同的原因 来参加他的聚会吗 耶稣知道吗 当然知道 但他没有揭律他们 他让他们听完他的教导之后 自己下决心 今天也是如此 你如何领受神的话语呢 你是否以一颗真诚的心 来领受他呢 圣经说 所以要除掉一些不清洁和蔓延的邪恶 以谦卑温柔谦虚的灵 领受并欢迎神的话语 就是那子入并扎根于你的心中 蕴含着拯救你们灵魂的大能之道 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 扩大经典版圣经旨意 当你听到神的话语时 以真诚 真实 真挚和诚实的心 按照他所示的照实 接受他 请记住 神的话语 就是他的智慧 真言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说 要得智慧 要得聪明 不要忘记 也不要偏离我口中的言语 不要离弃他 他就忽畏你 要爱他 他就保守你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你的智慧在 我的身上运作 我的判断率超群 我有正确的想法 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被神的话语 所驱使 以正确的心 来聆听智慧的声音 我在正确的时间 为正确的目的 为着你的荣耀 说正确的话 做正确的事 在耶稣的名利 阿们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到以下参考经文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 铁沙罗尼加前书第二章 第十三节 西伯来书第四章 第十二节 雅各书第一章 第二十一节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 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 我感谢你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与我们联系吧 我们下次再见